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想而知 钢轨及池轨全部被牢牢固定在花岗园的石板上 入基是由花岗园碎石铺成的 从开始修到进攻历时16年 终于在1889年的6月投入市运营 皮莱图斯山铁路采用最先进的池轨石设计 这一创新降低了列车脱轨和翻车的风险 还为此特别设计了自动刹车系统 避免列车超速 但是由于气候原因 该铁路只在每年的5月到11月之间运营 共有10节车厢 每节车厢载客量40人 最大载客量为340人 每年常坐列车上升的游客就达30万人 该车段的时发站是位于 奥布瓦尔登州 留三湖的阿尔纳斯特站 总车程约半小时 上山的时速约为7公里至12公里 全程约30分钟 下山时车速还要烧慢些 列车行进时就好像一条红色的巨龙 游液在拳风之中 魏魏壮观 当旅客兴致勃勃地从山地的绿色草场 攀升到白雪矮矮的雪山顶峰后 吴布瓦这雪山美景较好 更为这高山齿轮铁柜较绝 一边新生着皮拉图斯雪山的风景 一边能感受到旁边的悬崖峭壁 真害怕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 各位小伙伴们 不知道你们有胆量去铲吃一下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吐槽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订阅按钮哦 关注订阅按钮 吴器材料 吴器材料 白雪山 吴器材料